大家好,我是刘小畅,相信大家都想要有一个酷讯的开头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刚刚看到这个开头是如何制作的 首先呢,就拖出来这个标题文件到你时间线,你看不要长15秒,我们就剪掉一半 当然啊,你也要修改点文本,比如说刚才是纽约,现在是刘小畅 然后呢,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复合片段,再按Cmd2加速,加速到200这样子 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快,但是你看很平,没有像开头那么酷讯 我们双击这个片段进去之后呢,来到效果栏,这边拖出来一个酷讯的故障特效 你看是不是立马就更有感觉了 然后呢,回到刚才的时间线,看到这个复合片段之后呢,我们再拖出来一个转场 这个转场同样也是故障特效,我们再把它转场变短一点 然后拖出来第二个标题,然后修改这个标题 然后再拖出来一个特效上去,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标题特效特别的酷炫 但是它因为很陡,所以字都看不清楚 如果调整呢,我们切掉一半之后呢,我们到第二段这边,进出特效关掉 就是Build in and Build out,关掉 然后再把这个特效,特效栏里面这个特效反选 然后再剪掉一段,这个第三段呢,我们把它缩短一点 然后再点开你这个Build out,然后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一个这个part 我们按一个Build in的特效 之后呢,我们再把中间这个原本没有特效的这个片段呢 第三个片段呢,再拖出来一个特效,我们可以多添加几个特效 所有的特效都已经搞定了以后呢,我们再把它弄成一个大的复合文件 这样子比较整齐一点嘛 然后呢,我们再去你的音效栏里面找到各式各样的这种故障特效的音效 然后把它拍摆一下,就OK了 今天使用的素材呢,都是可以购买的 当然啦,购买这些插件呢,主要就是为了让你的视频更有效果而已 那就这样咯,拜拜